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澄清一下 我跟吴童绝对不是大学同学 而且我也绝对没有偷题 我唯一偷的一样东西 就是周深的心 因为我跟他是双胞胎 就是同学 周深的一声啊 我耳膜差点坏掉 但像周深和杨迪这种情况 说是双胞胎倒不如称之为连体鹰 两人相爱相杀 互相吐槽毫不嘴软 周深做敌也能cue到杨迪 前一秒还在夸杨迪思想敏捷 支持丰富的我也会很吸引我 然后思想敏捷的也会很吸引我 那大家一想到思想敏捷 聪明人第一会跳出迪哥 结果下一秒画风突变 但是聪明那个人 也会跟迪哥一样很吵 但最后还是选了杨迪 那这样吧 选迪哥吧 深深做题想到杨迪 杨迪录节目也会提到深深 双相奔赴的友谊 谁会不爱 你的歌有上传到网络上 大家可以听吗 有有有 我一会儿可以发给你 也不用 我有周深这样的朋友 有歌听了 两人都是实打实的喜剧人 直播的时候也不忘整活 一个人直播就已经够笑半天了 两人合体直播 更是直接笑到肚子疼 听到杨迪唱金句 周深立马跟上 在胜负欲这方面 你俩确实一绝 深深表示 对唱也不能输 就算感冒了也不行 气得杨迪当场就要离开 调皮的深深赶紧把他拽回来 两人太可爱了 我以为只是我会唱 他又会唱 你到底要听多少歌周深 你回来 金句都要跟我比 太过分了 我气死了 你还唱到那么完整 虽然人坐下了 但胜负欲还在 杨迪紧接着又唱了一首戏曲 没想到周深依旧会唱 杨迪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听早起一来 什么景色 出一个油头 什么花香 哇塞 气死我了 真的活活气炸 不愧是双胞胎 唱歌都这么有默契 但是他俩在一起真的好吵 在豆哥方面 谁也不服谁 也是因为豆哥 才被贾琳 冠上双胞胎的称号 李切还要从波斯猫说起 两人的默契真是没得说 无论听到什么歌都能开跳 中间一个停顿 两人立马就能领会对方的意思 并且立马跳转 波斯猫 这样的默契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怪不得贾琳说 他们是双胞胎 要说杨迪周深的名场面 还得是模仿刘明涛唱歌的时候 从表情到动作 都被他们模仿的淋漓尽致 你俩直接演双黄出道吧 这两货宝 腹肌都给我笑出来了 绝配的沙雕搭档 范晨晨和朗朗猜不出歌 这可怕周深和杨迪急坏了 在后面拼命给提示 人家俩还没猜出来呢 他俩就开始整活了 左手一举鸡 左手一举鸡 娘我回来了娘 哎呀你回来了 你回家再说 这两人到底多有默契 作为游戏猜周深圆明 并要求必须要四个人答对 这里的双胞胎真是太绝了 就连故意答错都能猜一起去 周浅 周浅 我的妈呀 周浅 连周浅你弄 我俩真是够了吗 哎呀 两人的脑灰鹿 简直是一模一样 捉迷藏都能藏一块去 这是什么默契明场面 狡辩的时候也是他俩最大声 雪花牛肉 味道最好 雪花牛肉是我没想到的 怕两怕不是长在我笑点上了 默契度这么高 说是共用一个脑子也不过分吧 不过有一说一 杨迪可没少挨周深的打 没事的时候打 说话的时候打 走路的时候打 站着也要打 打起来就没完没了 直播也不放过 甚至拿拖鞋打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原来杨迪挨过这么多拍拍 而且都渴着一边打 要不再换个手臂 这样拍下去 肩膀真的不会废掉吗 杨迪默默承受的太多 要不以后叫杨过吧 连生米都开始心疼杨迪了 若若问一句 这能算是工伤吗 你俩这么搞笑 真的不怕撞醒吗 不是我跟你说 还好你不是歌手 还好我不是专门制作宗迷 我们俩真的有点撞 这两人真是绝了 不愧是双胞胎组合 当杨迪和周深玩猜词游戏 真的要笑抽过去了 这还不算啥 更绝的是13个字的答案 杨迪只是说了个名字 周深立马就猜到了答案 他俩的默契也是没谁了 13个字 洛天一 洛天一 大拉不发版的 北地普多比路 哇 更绝的是 杨迪甚至都没说话 只是做了个动作 周深立马就能猜到答案 这都能猜出来 确实很有默契 连贾玲都忍不住说 这两人心有灵犀 这么厉害啊 双方胎嘛 心有灵犀的 当杨迪模仿奔波吧 周深却说是在模仿蜥蜴 别说还真是有点像 蜥蜴 杨迪模仿蜥蜴 为了让周深能够猜到答案 杨迪大喊鲜鱼精 不料对面的周深 却要喊丁雨漆的名字 吓得杨迪赶紧去拦住周深 真是满满的求生欲 看到杨迪的表演 周深都快笑抽了 最后依旧没能猜出答案 原来双胞胎也有失误的时候 杨迪在猜歌游戏中 可是出了名的 但遇到周深事后 他算是遇到了滑铁炉 一度被周深碾压 杨迪提起这件事一脸的委屈 只要这两人凑到一起 可以说是全程高能笑点秘籍 综艺效果直接被拉满 即使是一个简单的猜歌小游戏 也能被这两人搞成名场面 有梗有趣又没有包袱 户队之间又默契满满 彼此之间抛梗都能接住 迟早要被这两人笑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